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9月9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为了应对生猪供给问题 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 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稳定生猪生产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 实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 中央预算内投资 对2020年底之前 新建改扩建种猪场 规模猪场进养区内 规模养猪场户 异地重建等 给予一次性补助 中央补助比例原则上 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最低不少于50万元 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近来各地也是相继出台措施 保证供应稳定猪肉价格 在上海上周的猪肉批发价 已经见顶回落了 同时市场供应量也同步回升 自从8月下旬猪肉价格明显波动以来 上海静安区的18家菜场就组成了猪肉联盟 每个菜场都将一个专卖品牌猪肉的摊位 转为平价贵 猪肉的零售价因此基本能与批发价持平 为平价肉价上海还在养殖采购 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出台了专项补贴措施 保供应稳价格 在护郊金山 记者从规模养殖厂了解到 前几个月存栏率减少后 目前已建区稳定 他们正着手准备对棚舍进行升级改造 在政府扶持规模化养殖的政策落地后 就将立即扩充产能保障供应 再来关注蔬菜价格 云南省玉西市的通海县 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非常大的 蔬菜生产基地和集散地 可谓西南菜价的晴雨表 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 当地的蔬菜供应和批发行情如何呢 我们去通海县的田间地头看一看 眼下正是当地第三茶芹菜丰收的时候 记者在通海县六一村看到 菜农们或是忙着收芹菜 或是将刚收完芹菜的田地重新归整 准备下一茶冬季蔬菜的种植 菜价口积到今天 菜价和我们交钱吧 七年交钱好 七年 七年嘛只等时间七八块六七块 六十元 今年就不行了嘛 今年我们这一块钱 好了工钱了嘛必得的 近期由于芹菜供大于求 市场价格持续低迷 这让菜农们很是头疼 不过红蒜最近收购价 却到了六到七元一公斤 这对菜农们来说也算是个好消息 红蒜呢 包了一抹 资本差不多买的一万块钱 今年那天就收成就好一点 记者了解到当地的菜农会根据市场信息 及时调整种植品种和规模 所以应对市场变化和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强 据通海线发展和改革局监测数据显示 八月份当地蔬菜类商品批发价格 涨跌幅度不大 总体平稳 市场供应充足 我们监测的16个品种当中 大白菜 大蒜 大葱 土豆等八种蔬菜的价格 环比是上升了 莲花白 黄瓜 四季豆 白萝卜等六种蔬菜的价格 是环比下降了 糯一米和甜脆一米呢 因为是本地的一些蔬菜上市了 所以价格是环比持平的 了解了消费方面的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 每逢节假日去哪里都容易遭遇人山人海 那么有没有又好玩又不拥堵的景点呢 让我们用大数据带您玩转 即将到来的中秋以及国庆假期 出门旅游最怕遇到什么事 堵车 景点全是人 迷路都不是 大家最怕遇到如厕排队 据高德数据分析 今年如厕方便景区排行榜 排行前三的分别是 广东省东部华侨城 安徽省天堂寨风景区 山西省五台山风景名胜区 解决了游客们最担心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全国十大热门 且又不拥挤的景区 榜单显示 北京香山公园客流压力最小 安徽黄山四支 此外还有江西 三清山 山西五台山 吉林长白山 安徽天堂寨 黑龙江五大连池 辽宁金石滩 上海野生动物园 以及湖北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 这些景区都比较热门 但客流压力较小 相对不拥挤 此外从交通来看 公共交通便捷指数较高的 多为市区内景区 以公园自然景点为主 其中广东白云山景区 周边公共交通最为便捷 其次是杭州西湖 西安城墙 山东泰山 最新消息 日本日产汽车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 向公司高层以及媒体表达了辞职意向 协任时间和继任人选还在敲定之中 来看报道 日本媒体5号爆出西川广人 涉嫌通过与股价联动的 董事薪酬制度 借助股价上涨 而多领取数千万日元的薪酬 5号当天西川就表示 将返还多领取的薪酬 并表示难以继续担任社长职务 9号早晨 西川面对媒体再度表达了辞职意向 业界认为近期日产业绩低迷 公司治理改革迫在眉睫 对于西川的薪酬丑闻 问责声音将较以往更加强烈 9号下午日产举行董事会会议 报告薪酬问题的调查进展 还将通过提名委员会 选拔机任社长 并加快推进相关手续 西川自2017年4月 在戈恩领导下出任日产社长 兼首席执行官 2018年11月戈恩被捕后 西川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虽然他一直严厉批评戈恩 挪用公司资金等寻思问题 然而作为戈恩体制的主要人物之一 公司内部对于西川 应负有责任的生意一直存在 此次西川辞职 日产将在一年时间内 再度面临一把手下台的局面 管理层的不稳定 恐将影响业绩恢复 当地时间7号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 知名雕塑 华尔街铜牛遭人损坏 目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 当地时间7号下午 一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42岁男子 使用一个貌似班卓琴的器物 猛砸铜牛 在铜牛右耳处留下多道划痕 并造成一个长数厘米的裂口 现场民众随即报警 这名男子很快被警方逮捕 并以刑事恶作剧 非法持有武器 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被起诉 其实这并非华尔街铜牛 第一次遭到破坏 2008年和2017年 都曾有人向铜牛破过油漆 华尔街铜牛创作于 1987年纽约股市猛跌之时 于1989年被安放于 曼哈顿金融区华尔街附近 很快成为纽约地标 由于靠近纽约证券交易所 又象征着牛市 因此它也成为 美国金融市场重要的吉祥物 众所周知 股票市场上有熊市和牛市之说 前者表示空头市场 而后者是行情看涨市场 我们来了解一下 华尔街牛的前史晋升 华尔街铜牛是 华尔街和美国股市 最重要的吉祥物 建成于1989年 灵感源于1987年 美国股市大崩盘 大名鼎鼎的华尔街铜牛 出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艺术家 阿图罗迪·莫迪卡之手 创作于1987年 纽约股市猛跌之时 历时两年 赶在1989年圣诞节之前完成 并于1989年12月15号午夜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将这头铜牛摆在 华尔街证券交易所门前的 人行道上 意在祝福股市来年 一牛冲天 第二天清晨 铜牛被记者和警察 围得水泄不通 无数兴奋的人们 也陆续赶来看这个 从天而降的巨型雕塑 生动的造型和飞扬的风采 立马赢得了人心 但是这头3.4米高 4.8米长 重3.2吨的铜牛塑像 使原本就不宽敞的人行道 显得更加拥挤 且擅自放置铜牛 也引发了纽约市政府的盛怒 政府用车把铜牛拖到了郊区 一个废旧车场 不过在市民和新闻界 巨大的抗议声中 市长同意请回铜牛 几经波折铜牛 最后在与华尔街斜交的 百老汇大街上安乐家 现已成为 纽约市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 铜牛是否真的灵验 暂且不论 但牛确实成为了 全世界股民心中 最希望看到的字眼 据了解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门前广场上 也都有牛气冲天的 铜牛雕塑坐针 股东来了 2019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 今天22点40分 将会播出第一场半决赛 具体的战况如何 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中天证券队 第一场 中航证券队 加油 半决赛第一场 迎来中天证券队 和中航证券队的激烈比拼 四轮大战勇者争锋 甜蜜的炮弹 这要把对方打晕 田径赛马 猪盾厮杀 闯记忆极限 拼演几手快 冲出重围 车轮大战 考知是谁最见多时光 应该是达到80%以上 对的 基本面的指标 不通过技术分析 如何指导我们选谷 好 我先用辩论的技术 跟你打辩论 从枪舌舰剑辩论对抗 在思辨中寻找可能 放手一搏 逆风翻盘 选手大放一彩 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究竟谁能脱颖而出 成为第一支晋级总决赛的战队 股东来后 敬请期待 据波音公司一名发言人 向法新社透露 由于在对波音777X机型飞机 进行测试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问题 波音公司已经暂停了 对该机型飞机的测试 据报道 这名发言人表示 近日在对波音777X机型飞机 进行最终负载测试过程当中 测试团队预见了一个问题 需要就此暂停该机型测试 而另一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是飞机的一扇舱门突然发生了爆炸 最终负载测试是对飞机进行超过正常 商用负载的极限条件测试 是飞机认证程序的一部分 波音公司表示 目前波音公司正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已找出最终原因 波音新型长途飞机777X 最初定于今年夏天首次试飞 但由于其发动机出现问题 被推迟到2020年 目前还不清楚该机型的试飞时间 是否会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财经报道 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 来关注天气 今天中央气阳台继续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近明两天 华西地区仍会有强降雨 云南 广西 贵州 重庆 四川 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雨或者是暴雨 其中贵州的西南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